HELLO 哈囉,你好,我是萊斯 呵呵,這句開場把我用了一年了 上一期啊,介紹了拳王一些基本的設定 這一集來做一些拳王的判定和測試 收集了一些觀眾的問題來做測試 也算是對上一集的糾正和補儀 首先啊,糾正上一集的錯誤 陣地席如果用預設的準心 從高處施展落下時 中間的準心會有劑量條 如果用點狀準心會看不到劑量條 越滿傷害越痛 最高聽說可以到100 目前測試最高是117 流星最大絕招 最外圈不是100 而是原心往外遞減 上次啊,剛好砸到100啊 實在是太巧了 目前測試最低只有13 可能還可以更低 接著啊,是一些改動 關於天生破 吃我的天生破語音 呵呵,還好啊,滾面球王是難的 那到底有多破 現在啊,已經正確的被改成天溝拳 不過啊,聲音好像哪裡怪怪的 火箭拳的移動範圍啊 被縮短了30% 現在最長移動距離 從30公尺被調整為20公尺 不過按住空白鍵啊 會衝的比較遠的狀況還在 依然可以衝到約40公尺 然後因為關於流星醉的作用方式 有一些說法啊,眾多紛紜 所以一一做了測試 基本上施展流星醉之後 會到異度空間 所以不會被任何技能攻擊到 有人說流星醉的移動啊 可以被路西歐加速 目前測試看不出來 本來移動速度就很快了 然後順便測試,路西歐開大 就算知道毀滅拳王在哪邊 一樣沒有辦法吃到護盾的特效 流星醉下來的時候 不會受到引力彈影響 而受到位置偏移 而且可以用流星醉 逃離引力彈 不過啊,這邊有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留言中結者有拍到 如果你知道毀滅拳王的位置 在流星醉的同時 安娜可以幫毀滅拳王補血 另外啊,有人說 流星醉會延長奈米強化的時間 目前測試是不會 被放奈米強化後上去 下來的時候幾乎就已經結束了 如果是奈米強化快結束的時候上去 感覺下來的一瞬間 還是會有奈米強化的特效 不過啊,應該是不會有人這樣放 流星醉的傷害高度 目前多高不確定 應該是比吃我一槌還要高一些 原式的兩段跳無法跳過 但是法拉直接垂直升空可以落過 小美看到紅圈之後啊 直接做一個冰牆把自己頂起來 就算自己在紅圈的正中心 也可以完整躲過整個流星醉的傷害 流星醉製空的同時 彈霞恢復依然照時間計算 如果技能施展上去後馬上下來 彈霞數量一樣不會滿 沒有辦法利用這個大招來重置彈霞 順便講一個彈霞的BUG 每當毀滅拳王用散彈手砲的同時 他左手指節上紅色區塊會變黑色的 這樣表示彈霞被用掉了 可是如果你施展表情 去看毀滅拳王的指節 會發現彈霞數量跟毀滅拳王的指節不符 然後是其他技能測試 天溝拳、火箭拳都無法造成壁壘機兵位移 但是可以把壁壘機兵的砲口打歪 無論你從哪個角度進行攻擊 打歪的方向在當次架設下是固定的 只要壁壘機兵沒有換位置 都是往同一個角度轉向 火箭拳無法穿過炸彈鼠的陷阱 無論集氣集滿幾格都穿不過去 不過有個很有趣的BUG 如果被夾住之後施展流星墜 炸彈鼠的夾之神索的動畫會突破陷阱 原是無法利用格擋來反彈任何招式 無論是流星墜、天溝拳還是火箭拳、陣地席 所有技能都無法被格擋 同時也會吃到技能傷害 新美塔的視訊頭也沒有辦法對火箭拳造成緩速 火箭拳可以打到他原本該打的距離 不過在路徑的途中一樣會受到傷害 天溝拳、火箭拳兩個算是近戰攻擊 會造成的擊退、擊飛效果 可以穿過各種護盾 包含萊因哈特、溫斯頓、新美塔、札莉亞的護盾 札莉亞的護盾可以阻擋掉傷害 而其他三個角色都不行 一樣會吃到傷害 但是如果札莉亞被火箭拳的攻擊打到後破盾 則撞牆傷害一樣會吃到 那陣地錫技能阿 傷害和特效不能穿盾 可是因為毀滅拳王可以穿過去 所以可以在落地前瞬間轉身 有機會把陣地錫從盾後打過去 一樣阿會有擊飛吸引和傷害的效果 最後阿是不負責任預測 這種不負責任預測最爽 沒猜中就說反正我都說我是亂預測的 猜中就說你看吧你看吧 早就跟你說了 I told you so 我猜阿是7月25 最慢8月1號這兩天 主要原因阿一樣是用時間來推 英雄約4個月一隻 而且英雄上的時間阿都是PTR更新後的3週到4週 我之前印象都是4週啦 但是後來查是3週 Orisa更新是3月22 加上鬥陣更新大部分都是在星期二 3週後的星期二是7月25 4週後的星期二是8月1號 順帶一提 有一些詞彙阿在生活中不要拿出來用 像是早就跟你說了 I told you so 這種 沒有想要找人家吵架阿 盡量別用這一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你們就幫個忙吧 訂閱按讚小鈴鐺 到Twitch實況幫我按個追隨 沒事真的可以來聊個天打個招呼 我有看都會悔 而且阿會玩蠻多不同的遊戲 想敗家買game不知道要買什麼 可以看看其他系列影片 謝謝大家